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蛮有趣的 他是在这个政治局所有人出来 然后下面有人坐在那儿 那下面的人全戴口罩 台上的人没戴口罩 然后在全国他说大概线一级以上的都参加会议 线一级以上他有17万人 那他的乐趣在哪儿 就是他可笑之处在哪儿 在星期五 北京时间星期六 也就是22号 在北京透过三个渠道传出可能习近平周围出事了 一个渠道那是确凿的那么一个消息 北大医院 北大医院在那里待了半年的一个老太太 两天洗回肾 那个一定是当官的 这个老太太被确诊为是病毒携带者 而在2月9号之前 他的女儿女婿从新疆来 来看他 在他女儿女婿身上先查到 可是呢 他就怀疑了就说新疆很少 新疆这个状况很少 就在新疆查不到这个源头 结果反过来追这个老太太 在这个老太太身上有了 然后就发觉 又往前追 追到了1月16号 与老太太曾经在一个病房里的 另外一个80多岁的老人 那个人身上有 那个人跟他住了一个星期 1月16号到22号 到1月22号 那个人身上有 这北大的党委书记是北大院长 召开全院的这个会议 说我们赶上了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 先推卸责任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 我们赶上了 那很多人认为 现在就跟03年的非典一模一样 不仅我们赶上了 复兴医院复兴也赶上了 复兴医院在长安街 在牧序地 复兴医院有整栋楼 是为中共高干级别服务的 跟他的地区 跟那个地区直接相关 复兴医院有三十几个人确诊 所以他就说 跟复兴医院给摊上了 说我得跟大家通报一下 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从1月16号 那个老者进入到北大医院 一直到2月20号左右 这个事才出现一个 就是北大医院自己才明白出事了 一个多月 到底有多少医护人员会出状况 不知道 所以那是有当时现场参加会议的视频 完全作证 这是一个渠道 而在他之前就是西城区区委 西城区区委 有69个人被监视隔离 有一个人是两个人确诊 出现的时间 2月2月20号 2月10几号 2月12号 2月13号 而习近平公开露面 是2月10号 在蔡奇的陪同下 而蔡奇跟西城区市委之间 西城区区委之间 就有一个前后一天之差的相互的关系 所以第三个呢 是在第三条线是在海淀区的苏州街 海淀区的苏州街 就是在子住院附近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 中关村的南头 说那个楼里面有一个人 是从武汉跑出来的 武汉封城前跑出来的 那是一个公寓式住宅 叫什么 就叫公寓式住宅 酒店公寓式住宅 那是有钱的 那个地区呢 因为有子住院 如果以子住院为中心的话 环境就比较好 因为他面对一个公园咯 有个人死里头了 死了好几天 有臭味 邻居打电话 才发现是这个 据说把几栋楼都封了 有这个人有视频 我没有当时没有找到那个视频 警车进去 包括隔离的车进去 在轻一栋一栋楼在轻 影响到据说有三栋楼 而那个很多人呢 直接拉到了附近的海淀医院 海淀医院在中关村 人民大学附近 大概就是大概这样 我现在就是模糊的记忆了 在海淀医院原来洗过牙 洗过牙 所以模模糊糊的 那整个整个出现的三个事情出现的状况 是以海淀与西城交界和西城区本身 那这个位置就距离习近平去的安真里 相当近 而习近平不愿意进市区 习近平是2月10号露头了 而网上是讲蔡奇招到 蔡奇被自己的儿子招了到了 他的儿子隔离了 他那个网上传是这么传的 后来22号应该是李克强露面 去视察生产口罩的工厂 据说有蔡奇陪东露面 但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照片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 时间出现的故事 等到了北美的时间呢 那已经是星期五的 就是21号的下午了 当消息出去之后 在推特上传起来之后 23号习近平赤膊露面 这是一个赤膊露面就不戴口罩 而去表彰自己的伟大 这是而且把共产党顶在前头了 所以这是人定胜天 这是一个要跟温神决以死战的表现 习近平召开了十七万人大会 BBC用了很嘲讽的图面了 面对这场危机 习近平再度出席会议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但是却用了这么一张图片 一个中年妇女 戴着口罩 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 在跳广场舞 就他一个 所以你要让我解读 就是BBC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把习近平比喻 独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 那跟女士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个我们只是举这例子了 更年期 精神不正常 23号 习近平召开大会 承认这是中共建政以来 传播速度最快 范围最广 那控制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党中央做了 做了大量部署 成功的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党中央是对的 共产党是对的 实践证明 党中央对疫情的判断是准确的 各项部署工作是及时的 采取措施是有利有效的 那防止工作取得了成效 再次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 这是他说的 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那这种说法就是要把所有跟共产党 在利益上与共产党拴在一起的人 全都带入到天灭中共的这条渠道上 参加的人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以电话电视的形式出现 各省区兵团县级以上 军队武警都出现了 俠克岛称有17万人参加 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电话会议 那最大的电话会议的本身 就是要塑造他的形象 他亲自露面 李克强主持会议 没他什么事 一切是他自己的话 这是一个大一头 对不对 他不相信任何官员 他可以指挥到县级的官员 也就是说他承担一切 他自己承担一切 社会中对他的评价 陈道银这是一个独立学者 他肯定自己的领导有力 他是党的核心 他是人民的领袖 张立凡 不承认自己任何的失误 完全是一个靠一个举国体制 来应对疫情 举国体制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他不点头 什么事都做不了 疫情为何被压制延误 所以文过是非 对以往的错误 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检讨 他根本没认为是错误 我觉得 那张立凡先生就没认识到 人家讲的都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说他认识错误 也就是说 那没有那个错误 就应对不了天灭中共的概念 他的重点是控制之下 疫情控制了 重点在湖北跟北京 两地之外的地区 重点是恢复生产 北京 他保命 这个所以没见过这么怂包蛋的伟大的男人 这个真是怂包蛋的伟大的男人 而且可以 我跟大家解释赤裸裸的态度 那基本的概念 因为他的讲话刚刚出来 有着不同的人 有着不同的诠释跟解读 而我们能够看到 在我个人眼睛里看到 他的做法吻合了天灭中共的 整个过程中的一步棋 把所有跟着他要走的人 都带入到这种地中之趣 在过程中带入地过程中的 一个关节点 或者说 一个历史的过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